Hello,大家好,我是小帅 上一期我们拍视频说 我们的鱼全身已经溃烂了 然后呢,我请求网友,有个网友呢 他又给我治了一招 就把那个第一个溃烂的鱼 拿出来泡到高宫山甲里边 然后呢,消毒,单独隔离 剩下的呢,就这样 把那个水啊 减少了将近 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水 留下三分之一的水 然后呢,这边你看一下 这边我就开始抱养 就是使劲地给它充养 然后呢,再买一点药 把这个药撒进去 这样呢,就会 使这个 使这个鱼有所缓解 现在呢,我就让大家看一下 那个鱼已经烂成什么样的 尾巴都是鱼 这一条鱼呢,就是第一条溃烂的鱼 你看尾巴已经烂掉了,有没有了 然后呢,全身都是血 都是血丝 我就单独的把它泡到这一个 高宫山甲的车子里 一会呢,我们单独给它放到一个地方 正好我二楼呢,有一个石头 我们清洗出来,把它放进去 看看能不能把它养活 走 咱们昨天泡的高宫山甲 咱们昨天泡的高宫山甲 然后呢,先把那个 先把那个石头啊 咱给它削热除 然后就把鱼 给它放进去 这些呢,都是高宫山甲的那个消毒液 然后咱给它 先把这个石头削得多 走吧 我闲着有好多年没有那个石槽 之前本来养了一些那个 水水草,结果全死了 今天呢,我就把这个 杀一下鱼 然后把这个鱼呢,单独养到这里边 试试能不能活过来 但是现在倒一下,高宫山甲 夏天就能撒著 这些呢,就是高宫山甲 高宫山甲 高宫山甲 一下子就差不多 尽管 需要呢,再把它得吃个 沙发起来 这个吃着沙发起来 这个沙发起去 再把它得到这个 然后我再把这个多蒙蒜酱 摆出来 这样把鱼放进去 来 再这样 这样咱试一下 咱这个鱼还能不能活 如果能活了 我就非常感谢那个老鲜 我送他一组多肉 送他十克多肉 今天咱就把这个鱼倒进去 做一下实验 过几天我再给大家拍视频 看下到底活了没有活 如果活了之后 以后养鱼就有经验了 来 一会把鱼放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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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